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黄美宁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上个月底发布了一份相当严肃的研究报告 那么报告当中主要是指出有过度使用抗生素 还有医院的卫生环境恶劣而泛滥的超级细菌的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一些长期都可以在我们掌控当中可以治疗的疾病 让它变成具有致命性 听起来真的是相当可怕 那么这一份报告的调查范围涵盖了世界上114个国家的数据 那么世卫的卫生安全助理秘书长福田金儿也警告说 假设还没有办法提出紧急协调的行动 全球可能会走向后抗生素的时代 那么到时候呢 平常能够治好的一般感染还有小伤口 都有可能会再度自人于死地 听起来真的是蛮恐怖的 但是实际的情况到底如何呢 我们今天呢就专访国家卫生研究院感染症与疫苗研究所所长 陈怡君医师来深入的解析 陈医师您好 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听众们大家好 是 我们看到世卫发布了这一份调查报告 那其实像抗生素 大家知道就是我们民众都认为说消炎止痛 或者是说治一些百病等等一个万灵丹 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个抗生素的耐药性的问题 反而变成我们人类健康的一个很大的威胁 那么请教授您分析一下 到底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就针对您刚所提到的 新的抗生素 那时候就发挥了作用 所以得到了一个美名叫做像鲜蛋一样的万灵丹 那可是很多人在使用它的时候不是很了解 以为说我有发炎啊 我有疼痛啊 就用抗生素 其实抗生素只能针对 譬如说抗细菌的药物 它只能针对细菌性感染 所以像病毒感染这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对 但是呢 我们民众能够区分吗 那甚至我们的医师们 我们有些感染在初期的时候 并不是那么容易做鉴别诊断 来区分病毒或者细菌 甚至结合病 甚至我们去旅行回来啊 像瘧疾啦 那这些疾病在初期的时候 非常困难做鉴别诊断 所以呢 我们都要很小心地问诊啊 然后可是大家会担心啊 我假如说延迟使用抗生素 万一是严重的细菌感染 我会不会失去生命 失去健康 其中有部分的确是的 所以这是当医师的压力 也是我们民众心中的恐惧 所以并不是说刻意 那只因为感染症的鉴别困难 那再加上说难免有时候 民众心中并不是很了解 所以他觉得说我有发炎啊 医师你为什么不开抗生素给我 也会给医师压力 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因素啦 所以说有些事情 并不是我们大家想象的这么单纯哦 觉得说好啊 那医生就不要随便开抗生素就好 可是有的时候就像刚成教授提到的 可能大家想说哎呦 不过是个发烧喉咙痛 或者是哪里肿起来 医生你就开个药给我吃就好 干嘛要做什么细菌培养 我想一般民众他们应该 第一个他可能想说 我这没什么状况干嘛要这么麻烦 你就赶快让我速成速效的解决 我的问题就好 所以这的确也是一个 我想老师可能这方面的感触会更深 我想你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现代的现代人因为都很急 所以我们都要求速效 那在这个速效的要求下 那会给医师压力 那医师也很担心刚刚我所提到的 可能一百个人才会一个 但是呢我们真的很用心为病人想的话 有时候也会有这个压力 好那你一百个人都用抗生素吗 但是其实九十九个可能病毒感染啊 或者是其他的因素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并没有必要 没有细菌感染的时候我用它 但是没有仔细去做鉴别诊断的话 那后续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 那他病情可能恶化啦 然后有一天他身体真的很不好 得到细菌感染的时候 那你身上会不会有抗药性 那这样子就得不偿失啦 所以这个中间其实很复杂很复杂的医疗 那这是所有医疗里面最复杂的一个环节 其实世卫组织啊 他在好几年前就已经有大声的几乎就是要重视 所谓抗生素过度使用 或者有人认为是一种滥用的一个危险性啊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包括台湾在内啊 许多国内外的公卫专家都有提出很多的警告 其实长年来都是这样 那么据你的了解 这一次世卫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规模的一个研究调查 那么相较于过去所提出来的一个研究报告 是不是比过去我们所看到的更为迫切 而且而且令人担心呢 是的 世界卫生组织其实在2011年 就把抗药性危机定为世界健康日的主题 那为这个问题 国内疾病管制署 当时又称疾病管制局嘛 那跟我们国内两个专业的医学会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 以及台湾感染管制学会 那一起办了一个非常盛大重视 非常重视这个议题 那但是呢 大家就会说 你有没有足够的资料 来支持证明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用造集了很多的专家 一起努力 来建立这样子的流行病学资料 来告诉大家说 这是事实 这不是我危言耸听 不是我警告你未来的压力 而是事实 那这样的事实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时候 他已经提出这样子的呼吁 但是他失败 而当时候国内也有相对应的重视 但是大部分的人真的很难了解这个严重性 所以即使同样的事情在国内 其实很大概已经几十年了 当然是感染科医师 然后在感染管制上面 然后卫生署198几年 其实就已经开始发现这样的问题 已经在重视了 但是只有少部分一直在推 一直在努力 那可是使用抗生素 开放的是涵盖面向非常非常的广 那更重要的 为什么这个抗药性的问题很难解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抗生素跟其他的药物有什么差别 我们先回来思考这个问题 是 因为我假如说我是有糖尿病 我有高血压 那我服用糖尿病跟高血压药物 我治疗我的疾病 万一我有副作用 因为体质的关系 我有副作用的话 请问这个副作用会影响我的家人 或我的周遭的民众 不会 也会不会影响我下一代 不会 可是抗生素会 他假如是说 就像说我没有好好的使用这个药物 结果我身上有抗药性细菌的话 这细菌会不会污染我的环境 影响我的家人 甚至影响更多的人 会来继续散开 所以他有一点点就是 第一个 他不仅影响一个人 他会影响他周遭的人 然后他的抗药性可以被累积 然后呢 假如说感染管制没有做好 那感染管制是一个 不仅是医院里面的问题 家庭啦 社区其实都有这个概念嘛 那他就散出去以后 他又被累积 所以 他是一直在被放大的 然后一直被累积的 那从 很多年前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浮现了 1945年 发现潘尼西明的那个 学者 弗莱明 他1945年获得诺贝尔养德的那一年 他接受纽约时报的专访的时候 他已经提出这个呼吁了 那过去大家就想说 这个抗药性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我们发展更新的 更强的药物 那这样子的世代 大概就在1960到198级的时候 198级的时候是抗生素的黄金时代 那大家都觉得这样就好啦 那为什么专家要呼吁要警告大家呢 为言耸听吧 但是说真的 弗莱明所提到的 那个抗药性细菌 万一万一 它跑到我们身上来 然后我们会老 然后我们身体会弱 有一天我们会生病 那假如是说我们难免会生病嘛 那我们假如得到一个比较 有敏感的抗生细菌的话 那医生按照一般的治疗的诊折啦 就提那个给个药物啦 那很快就会变好啊 那可是呢 假如是说 医生根本猜都猜不出来说 你怎么身上是抗药性 那给的药 可能效果就差了 那这样对我们民众的健康 是不是更没有保障 嗯 的确是这样子 所以就像福田静儿他所提出的 这样一个 大家会觉得蛮恐怖的一个警告 你到时候 就算是现在我们认为 可以轻易的被治疗的疾病 也许 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它可能都会变成致命的一个状况 的确是 值得大家来 再度的去严重的这个正视 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看到了最近中国大陆 也有一个报告啊 就是大陆平均每人 每年输益要有8平 也许这样大家没有什么概念 可是国际间的水平 大概是2.5到3.3 另外一个报告是说 它的这个抗生素 过度使用的情况 是一般国家的10倍 这个数字相当的可怕 我们现在国际旅游 可以说是相当的频繁 当然疾病无国界的情况 大家都都相当的熟知 那教授您认为 就是国际间应该怎么样来 吸手来对抗这样一个 所谓抗生素滥用 还有让它产生这种抗药性的问题 您觉得有可能吗 国际间的合作在 抗 抗药性的 微生物的防治上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微生物是没有疆解的 那它可以透过不同的管道 不管是人 然后食物 那等等 那甚至宠物 都可能就是跨越国界而散步 那这样的例子 在过去的几年 真是例子非常非常多 而且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那我们宁静国家 在抗生素的管理上面 相对于台湾 台湾应该算是比较重视的啦 那但是就是这种 微生物无疆界嘛 那所以宁静 跟我们互动 很频繁的国家 的抗药性问题 就很可能波及到 我们的民众 所以国际的合作 是非常重要 那合作上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呼吁的 各国各地区 都应该要建立 自己的监测系统 国家级的监测系统 而且是要主动的 那要了解各国的问题 第一点 第二个 透过适当的管道 互相分享 公布资料 那以订定自己国家的 或该地区的 或者因此 借助说附近国家的 或地区的资料 流行避险资料 那来调整 我们的防治策略 那这个防治策略呢 不是关起门来 因为我们自己国家 台湾地区 做得比较好 但是呢 随着旅游啊 或者是 外国民众进来 他也可能 把抗药性带进来 那记不记得 NDN1 当时候引起 大家很大很大的重视 对 大家快吓死了 对 我们有个媒体人 听起来 去印度收伤嘛 对不对 那回来就带着 那个 超级细菌 对 那 当然就是 国内很快就发现 然后 感控也都做得很好 但是后来就是 台大也通报了 国内第一例 NDN1 感染病例 是 那那是跟大陆有关的 那所以 这个就表示说 息息相关 所以国际间 建立监测系统 互相分享资料 然后互相分享 怎么防治 然后携手合作 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 世界卫生组织 一直在呼吁 因为不是靠他们 几个专家 就可以解决问题 而是要靠 各国政府 以及 医界 公卫学界 以及民众 大家一起 起手来努力 的确是 我想 细菌跟疾病 他们是没有护照的 这个随着人 或者是说 连动物都有可能 学之到处的 这样散步 那我想在 台湾的政府方面 对于 所谓抗生素的 这个使用 当然一定也有 相当完善的 一个管控的措施 但是 老师刚刚也提到了 一个癥结点 就是民众 应该怎么样来改变 用药的观念 第一个就是 自己有不舒服的话 应该让医师 做一个专业的判断 然后 若有感染的现象 那需要用抗生素的话 那我们抗生素 可以针对是抗细菌 或抗病毒等等的 那医师 假如 有建议使用的话 那我们就要征兆 医嘱 确实的服用 那确实的服用 第一个就是包含剂量 不要说 今天好像觉得 还好 我就吃一半 或干脆不吃 对 那第二个就是 医师 建议要吃几天 那我们就应该 确实把它吃完 这样子 那我们在 国际上 有些国家的 民众 是有一些迷思 那因为 可能是抗生素昂贵 或者是 其他的考虑 他们会觉得说 我感觉稍退了 人好了 那就自行停药 想说我把药留下来 我以后 若同样不舒服的时候 我可以拿出来 自行使用 倒是蛮多这样子的 这个是 的人 对 对 这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严重的 一个社区问题 那尤其是 口服抗生素 那因为很多人 就刚刚 我们一开始 所提到的 那民众没有办法区分说 我这次的不舒服 发烧疼痛 是细菌感染 还是其他的问题 但是他说 上次医师 你开什么什么胶囊给我 那觉得症状不错 改善的不错 那第一个 他要求说 医生我这次还要 然后第二个 疼痛结束 发烧退了 他就停止使用 剩下的下次再 再拿来吃 对 对 这是一个 非常要避免的 所以这个要 遵照医嘱 对 对 所以病人可能 最好是不要自作聪明 觉得说 抗生素是 厨房药 真的 对 对 不要说觉得 我这一次 反正那上次医生 有开给我 我这次 哎呀不小心 又活龙痛了 或者是哪里 又觉得不舒服 拿那个药来吃 吃不然就是 比较懒嘛 就是想说 那医生 你再开一样的药 给我就好了啦 反正症状是一样 哎 殊不知 这不是一个 省钱的方法 也不是一个 贪图方便 这个后患 可能会无穷的 对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了 那也是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抗生素 一定是处方药 嗯 那相对于 就是我有点点 小咳嗽啦 我有一点点痰啦 我们咳嗽化痰药 或一些味药 是 我们就是归为 非处方药嘛 嗯 对 药房里面都可以 买得到 对对对 所以真的 大家药物是不能随便滥用的啦 嗯 好 那教授再请教您哦 我们看到了除了人之外哦 其实有一个部分我们常会忽略 就是呃 像之前有一个呃 真意性蛮高的议题 就是动物到底可不可以使用部分的人用的药品 呃 当中有一个症结点 就是说 有人认为这样会呃 增加就是所谓的抗生素呃 产生抗药性的这个几率 可能会提高了 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吗 这个部分倒是大家比较少去理解到的 是 你提到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 嗯 那农委会当时候的修法 它是基于呃 动物的权益嘛 对对 那当它缺药的时候 嗯 那它针对应该是宠物 嗯 嗯 少部分的动物 嗯 那在这种特殊状况下 所以它的前提是 有前提的 嗯 但是这个顾虑是存在 因为我们的宠物 现在台湾呃民众跟宠物的互动关系 是非常非常的呃 亲密的 嗯 那很亲密的状况下 就跟我们家人跟家人之间 有些抗药性细菌是可以在家人之间传播的 哦 那宠物假如我们跟它的关系 就像呃 亲密的伴侣 嗯 家人一样的话 嗯 那这个顾虑就可能存在 嗯 所以农委会当时候这个呃 修法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是非常的 他们也是有这个考虑 嗯 也是有这个顾虑 嗯 那纯粹是因为基于呃 呃动物的人道 嗯 嗯 但是他能不能搭配说呃 呃在受医师方面 嗯 做一个呃 呃严格的把关 然后有适当的管理 那让这样子的风险降低 否则的话 那那个呃 照顾宠物的呃 呃民众 是不是也可能在这个不知情的情况下 嗯 他身上带有抗药性 嗯 的确是 这个是要注意 所以的确当时有这样子的呼吁 跟这样的一个提醒哦 被提出来之后 哎 大家也开始思考 哎 好像真的有这方面的问题哦 所以在制定任何的这个法令之前 我们还是要思考要周延一点哦 好 当然啊 从刚刚陈教授的分析看来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抗生素 他本身并不是一个罪恶的 那相反的 他他可能是一个救命的万灵单哦 当然这端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用正确的观念 还有正确的方法去使用他了哦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国家卫生研究院 感染症与疫苗研究所 陈怡君所长啊 针对抗生素的相关问题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所长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你们关心这样的议题 是 谢谢你 希望大家一起来重视 对 希望大家都健康了 好 谢谢 谢谢